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警方在16日早上接获医院通报,无姓女子从高雄的医院被转整到台南,无女清醒后拒绝表达身份,见到警员照样三间齐口,只气呼呼说,她明明人在嘉义睡觉,醒来却在台南,无女从嘉义到高雄又到台南,在睡梦中瞬间移动了百公里,醒来又看到警察相当气愤,直到无女的女儿到场。 警方才从无的名字查出她已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最前遭通气,将她移送法办。 40多岁的无女与前夫分居后,平时也在嘉义活动,她有印象15日早上她还清醒,但疑似吃了安眠药以后又喝酒,接着就无一室睡去。 其料一醒来就在医院,感觉虚弱又生气,静在一夜之间从嘉义到台南,护理人员询问她的姓名时,无女也不愿意表达。 医院向警方公称,无女是从高雄地区的医院转诊来的,由于没有记载的很详细,警方也无从得知无女究竟去了哪些地方。 加上无女疑似担心自己通气身份曝光,对个字绝口不提,只是不断嚷嚷称自己好端端在嘉义睡觉,在不知不觉中被送来台南,醒来还看到警察。 正当警方苦恼之际,无女在台南工作的女儿接到一通不知名的来电,称无女目前正在医院。 这时无的女儿刚好赶到被警员围住的病床前,女儿向警方说出了无女的姓名,最后被警方查出通气身份,将要入肩服刑一年,无女见身份曝光相当不满,讯后警方将她移送的检归案。